舞蹈說身體的肢體語言如何延伸身體 音樂亦是如何將我們腦裡想到的聲音 變成線條去呈現出來 在2017年的時候 我和法國一個叫Video Dance Center of Burgundy合作 做了一個十三個小時長的舞蹈作品 我當中負責其中一個小時的舞蹈作品 這個舞蹈作品是基於Louis XIV的《Ballet de la Nui》 在1653年的一個芭蕾舞作品 而我們想在2017年用一個網絡的方式 去重新呈現出來 這個作品裡面除了音樂之外 其實就是有一個人聲 是由何英宜小姐去負責她 去聲演所有的文字的工作 其實是想重數回當年 《路易十四》 無論是一些男角 女角 很多時候都是由一個人去反串 去做出來 今次這個作品要回來觀塘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五歲開始就住在觀塘 觀塘這個社區是不斷地改變 對我們來說 小時候看到的建築物慢慢地消失的時候 我都希望在2019年可以透過這個作品 去將其中一些建築 其中一些我們以後不會再看到的景色 去傳流回來 去呈現這個妻美的愛情故事 可不可能在我們周遭的社區發生呢 可不可能是用我們今時今日的影像 去重現我們覺得這個故事應該怎樣做呢 我覺得觀眾去聽這支唱片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感受到究竟 一個藝術家怎樣一步一步去成長 怎樣將東西去延伸 怎樣去令到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可以連在一起 一個時間和另一個時間可以連在一起 可以去發展出來